这几天网络上最火的一个话题人物 正是这位女牧师郭美江 因为之前她传道的时候 她说信教能够捡到钻石 一路走来她捡了50颗 还说耶稣的保险可以治皮肤病 内容怂动 引发了很多民众的关注 还有网友哭搜恶搞 那么实际走一趟 她所演讲的教会 而教友力挺郭美江 有人说自己脱地的时候 也看到了钻石 我看到有两颗钻石 不对啊 今年不是舞会吗 我就再盘回去看 哎呦 又两颗 跳车式的音乐教你信教剪钻石 还是阿摩版的电影rap 我再回去看 果然又掉下一颗 一共五颗 差一点点 我看到有两颗钻石 网友恶搞剪接混音成各种版本 除了女牧师郭美江 布导信教时日 就在家中剪到钻石 神迹原来都是因为他的这段话 这十几年来 我的特会都有钻石 就一路剪钻石 祖祖啊 在家里有耶 信耶稣剪钻石 这只是神迹之一 更神的 还有这 你皮肤哪里痒就按那里 我放走耶稣米宣告 耶稣把血涂抹 皮肤病哪里痒往哪里按 讲到嘴角头快发泡了 台下信众拍手叫好 近乎连连 现在这番信耶稣剪钻石 宝血至皮肤病的言论 让之女牧师意外抱猴 成为网友 酷索的对象 我就再爬回去看 在原来的地方 哎呦 又两颗 那就四颗 郭美江今年50岁 也在基督教界 小有名气 根据教会平台表示 郭美江属于自由传道 部落中常强调 超自然作为 属于神迹步道 毕业于神学硕士的他 其实还是个国乐老师 除了北中南现神步道外 其他时间都相当神秘低调 我们剪刀钻石 可能是因为就是那个 上帝里的钻石吧 居然是看不见 那确实是有 之后会想上哈克吗 因为没上过哈克 有有有 又想 真的超你想的 叫有力挺郭美江 网友的封他为福音界 rap天后 甚至供他跨年来上一段 只说女牧师 步道经验迷眼 让他意外爆红 这是宝血涂抹 抹在你仰的地方 你的脖子 谢谢唐一诚 联会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唐一诚